章节二十七 蚂蚁 塔 心 这些是古兰经 判别真伪的经典 的结文 是信士们的向导和佳音 信道者谨守拜公 玩那天课 赌信后世 不信后世者 我却已为他们而装饰了他们的行为 故他们是徘徊歧途的 这等人是应受严刑的 他们在后世是最窥折的 你却已奉到从智瑞全知的主将士的古兰经 当日 穆萨曾对他的家属说 我却已看见一处火光 我将从有火的地方带一个消息来给你们 或拿一个火把来给你们烤火 他到了那个火的附近 就有声音喊叫他说 在火的附近和四周的人 都蒙俯佑 赞颂安拉 众世界的主 超绝万物 穆萨啊 我却是安拉 万能的 智瑞的主 你抛下你的手杖吧 当他看见那条手杖蜿蜒如蛇时 就转脸逃避 不敢回顾 穆萨啊 不要畏惧 使者们在我这里 却是不畏惧的 既行不易 然后改过从善者除外 我对于他 却是智赦的 却是智慈的 你把手插入你的怀中 然后 抽出来他将白亮亮的 却无恶极 这是派你去昭示法老和他的百姓的九种迹象之一 他们却是有罪的民众 我的许多明显的迹象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这是明显的魔术 他们内心承认那些迹象 但他们为不义和傲慢而否认他 你看摆弄是非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我却一把学问赏赐达伍德和苏莱曼 他俩说 一切赞颂 全归安拉 他曾使我们超越他的许多信道的仆人 苏莱曼继承达伍德 他说 众人啊 我们曾学会白鸟的语言 我们曾获得万物的享受 这却是明显的恩惠 苏莱曼的大军 由精灵 人类 鸟类组成 被召集到他的面前 他们是部署整齐的 等到他们来到了遗谷的时候 一个母蚁说 蚂蚁们啊 快进自己的住处去 以免被苏莱曼和他的大军不知不觉地践踏 苏莱曼为他的话而诧异地微笑了 他说 我的主啊 求你启示我 使我常常感谢你所赐我和我父母的恩惠 并使我常常做你所喜悦的善功 求你借你的恩惠使我得入你的善良的仆人之列 他曾剪阅众鸟 他说 我怎么不见戴圣呢 他缺席吗 我必定严厉地惩他 或杀掉他 除非他带一个名证来给我 他逗留不久 就来了 他说 我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 我从赛百亿带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给你 我却已发现一个妇人 统治一族人 他获得万物的享受 他有一个庞大的宝座 我发现他和他的臣民都设安拉而崇拜太阳 恶魔曾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 以致阻碍他们走上正道 所以他们不遵循正道 他们不为安拉而叩头 皆是天地奥秘 而且深知你们所隐晦和表白的主 安拉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者 他是伟大的宝座的主 他说 我要看看你究竟是诚实的 还是说谎的 你把我这封信带去投给他们 然后 离开他们 你试看他们如何答复 他说 臣仆们啊 我接到一封贵重的信 这封信却是苏莱曼寄来的 这封的内容是 奉至仁致辞的安拉之名 你们不要对我傲慢无礼 你们应当来归顺我 他说 臣仆们啊 关于我的事 忘你们出个意见 我从来不决定任何一件事 直到你们在我面前 他们说 我们既有武力 又有勇气 我们对你为命是从 请你想一想 你要我们做什么 他说 国王们每攻入一个城市 必破坏其中的建设 必使其中的贵族变成贱民 他们这些人 也会这样做的 我必定要派人送礼物去给他们 然后 等待着看使臣带回什么消息来 当使者到了苏莱曼的面前的时候 他说 你们怎么以财产来资助我呢 安拉所赐我的 胜过他所赐你们的 不然 你们为你们的礼物而洋洋得意 你转回去吧 我必定统帅他们无法抵抗的军队去讨伐他们 我必定把他们卑贱的逐出境外 使他们成为受凌辱的 他说 臣民们啊 在他们来归顺我之前 你们中有谁能把他的宝座拿来给我呢 一个强梁的精灵说 在你离席之前 我把他拿来给你 我对于这件事 却是既能胜任 又忠实可靠的 那深知天经的人说 转瞬间 我就把他拿来给你 当他看见那个宝座安置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说 这是我的主的恩惠之一 他欲以此试验我 看我是感谢者 还是辜负者 感谢者 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感谢 辜负者 须知 我的主却是无求的 却是尊荣的 他说 你们把他的宝座改装一下 以便我们看他能否认识自己的宝座 当他到来的时候 有人说 你的宝座像这样吗 他说 这好像是我的宝座 在他之前 我们已获得知识 我们已是归顺的 他是安拉而崇拜的 妨碍他 他本是属于不信道的民众 有人对他说 你进那座宫殿去吧 当他看见那座宫殿的时候 他以为宫殿里一片汪洋 就提起衣裳 露出他的两小腿 他说 这却是用玻璃造成的光滑的宫殿 他说 我的主啊 我却是自欺的 我 现在 跟着苏莱曼归顺安拉 众世界的主 我却以派遣塞莫德人的弟兄 撒利哈 去教化他们 说 你们应当崇拜安拉 他们立刻分成两派 互相争论 他说 我的宗祖啊 你们为什么在恩惠之前要求刑法早日实现呢 你们怎么不向安拉求饶 以便你们盟主的怜悯呢 他们说 我们为你和你的信徒而遭厄运 他说 你们的厄运是安拉注定的 不然 你们是要受考验的 当日 城里有九火人 在地方上伤风败俗 而不一封一俗 他们说 你们只安拉互相蒙是吧 他们说 我们必定在夜间谋害他和他的信徒 然后 我们必对他的主说 他的信徒遇害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场 我们却是诚实的人 他们曾用一个计谋 我也曾用一个计谋 但他们不知不觉 你看他们的计谋的结局是怎样的 结果 是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宗族 全体毁灭了 那些是他们的房屋 因他们的不义而变成为坍塌的 对于有知识的民众此中却有一个迹象 我曾拯救了信道而且敬畏的人们 我曾 派遣鲁特 当日 他对他的宗族说 你们怎么明目张胆地干丑事呢 你们务必要设女人而以男人满足性欲吗 不然 你们是无知识的民众 他们说 你们把鲁特的信徒逐出城外 因为他们是纯洁的民众 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 我就拯救了他和他的信徒 他的妻子除外 我已预定他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 我曾将大羽去伤他们 曾受警告者所遭的羽真恶劣 你说 一切赞颂 全归安拉 祝他所选的众仆平安 究竟是安拉更好呢 还是他们用来配安拉的更好呢 是那天地的创造者 更好 他为你们从云中降下雨水 以培植美丽的圆谱 而你们不能使圆谱中的树木生长 除安拉外 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 还是以大地为安居之所 使诸河流冠其间 使诸山镇压其上 并在两海之间设一个屏障者呢 除安拉外 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 不然 他们大半不知道 还是那答应受难者的祈祷 而解除其灾害 且以你们为大地的代理者呢 除安拉外 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 你们很少觉悟 还是那在陆海的重重黑暗中引导你们 在降其恩惠之前 使封为传加音者呢 除安拉外 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 安拉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 还是那创造万物 然后加以复造 并从天上地下供你们给养者呢 除安拉外 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 你说 你们拿来你们的证据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你说 除安拉外 在天地间的 不知悠璇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复活 难道他们关于后世的知识已经成熟了吗 不然 他们对于后世是怀疑的 不然 他们对于后世是盲目的 不信道的人说 难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在变成尘土后还要被复活吗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 以前却已听过这一类的恐吓 这个只是古人的神话 你说 你应当在地面上旅行 去观察犯罪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你不要因他们的 悖逆 而忧愁 不要为他们的计谋而反问 他们说 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你说 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 或许有一部分是临近你们的 你的主对于世人 却是有大恩的 但他们大半是不感谢的 你的主 的确知道他们的胸中隐匿的和他们所表白的 天上地下 没有一件隐微的事物 不被记录在一本明白的天经中 这部古兰经 的确把以色列的后裔所争论的大部分的势力告诉他们 这部古兰经对于信道者却是向导和恩惠 你的主 必为他们依照他的决定而裁判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全知的 你应当脱靠安拉 你却是具有明白的真理的 你必定不能使死人听 你讲教 你必定不能使退避的笼子听你的召唤 你绝不能引导瞎子离开迷雾 你只能使信我的迹象的人听你的 讲教 他们因而诚意信道 当预言对他们实现的时候 我将使一种动物从地下生出 来告诉他们 人们原当却是不信我的迹象的 在那日 我将从每个民族中 集合一群不信我的迹象的人 而他们是被排列的整整齐齐的 等到他们来到 安拉 那里的时候 他说 你们没有彻底知道我的迹象就加以否认吗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呢 欲言将对他们的不义而对他们实现 所以他们哑口无言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以黑夜做他们的安息时间 以白昼做他们观看的时间 对于信道的民众 其中却有许多迹象 在那日 将吹号角 除安拉所抑郁的外 凡天上地下的都要恐怖 个个都要卑贱地来到安拉那里 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 其实 群山都像行云样逝去 那是精致万物的安拉的化工 他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行善的人将获得更加的报酬 在那日 他们将免于恐怖 作恶的人 将匍匐着被投入火域 你们只受你们的行为的报酬 你说 我只奉命崇拜这城市的主 他曾以这城市为禁地 万物都是他所有的 我亦奉命做一个归顺的人 并宣读古兰经 谁遵循正道 谁自受其义 谁误入歧途 你对谁说 我只是一个警告者 你说 一切赞颂 权归安拉 他将显示给你们他的迹象 你们就认识他 你的主 并不忽视你们的行为